明天的最高期能在37到39度 未来五天天气降为平稳 期能总体进步不大 我是汉州首尔姐姐毛总来 我是一名首尔班议员 也是助台工作室 因为我出生是在一个 无声的家庭父母寺听到 所以后来进入幼儿园的时候 才发现为何别的小朋友不一样 内心很孤单 很委屈 也不知道怎么去说 有一种很大的迷茫 后来在特殊教育教发现 我们自己帮的同学都不会说话 他们组织也把它会 我会说话又能会收入 所以有背景 有时候会从零子充当 脚的翻译员 毕业以后也是这份关系 这份积乐一直存在的 所以组建了这么个 所有志愿者这个团队 后来越来越多了 我想怎么样更好的管理 这些团队把这个服务提升为更专业的 所以建立起来在2021年 就是前年前两年 把它成立了这家的唯一的 主义翻译机构 最新来看而需求最多的是医院 医院看病不要复杂 建价翻译需求特别多 第二个是法律援助特别多 第三个是带播电话 一天到晚接到快递员电话 我买了东西没有做到 就很小很小的事情 他们也会请求我们带播电话 特别是老人 电话打不通 他们玩的时候就做不好笑 跑到这里来解决了 他们可以去安整教 这些团队的词评论 嗨 大家好 我是蚯蚓姐姐 我告诉我这次的亚裁议会的 主义 今天 今天 非常 因为我们 大家都觉得 亚裁议会可能没关系 不会有蚯蚓 其实不是的汉州 在亚裁会 会有一个什么 知知大会啊 什么的 亚裁议会到几百天 这边 经文发布会都会配备 蚯蚓翻译老师 很政治 就是乌裁议会进去 所以他们会找到人 是提我们的 我们提这个好的蚯蚓老师 音乐老师来上进 做蚯蚓的主播 蚯蚓的翻译 不光亚裁议会 亚裁议会两个 亚裁议会都同步 乌裁议会都在同步做 那么亚裁议会 那目前有分两块 一块是多于服务 一块是多于展示 你把蚯蚓带给大家 带来美好小学 这个是CGTN Radio hear the difference